时间来到了节气的六月 应了天山顿这个卦象 小鼠大鼠这三十天 并不是阴历 让节气走 天还是天 地变成了一座山 这是大的象 阴气还在不断的上涨 所以呢 此时就要注意功高震主 要退避三射 但是呢 阴还在小 阳在大 所以呢 只能做一点小事 看上去还是横通的 慢慢的就退下来 说出窑 顿尾利乌幽有幽啊 就刚开始啊 你也不要藏的 退的太着急 像一个逃兵 不好 也不要近的 太着急 整体来说还讲的是退 因为它是阴影 有退之心了 看到这个大的趋势 但是就不积极了 那你退的太快呢 也不好 也不要前进的太快 就是用黄牛之隔膜 甚至说这个说法呀 就很多了 有人把它比作小猪 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 我们以字来衍生这个寓意吧 就是黄牛 就是黄牛 它的皮 作为一个物质 现有的成就 一个成果 也就是用一用 享受这个继承的东西 不要太过于激进 或成或败 都悠着点 那么细顿的九三要 有力 有吉利 陈旭切 吉 到这儿呢 它作为一个停止 一个信号 下挂的主宰 那么 它 虽然说 要把控这个局势 很难 但是 它毕竟 也是这个小团队的 一个引导者 掌握着这个大的趋势 很接地气 直到这个 发展 就享受继承的 这个东西 只是它胃不一样 但是还是这么个意思 那九四呢 好顿 君子及小人品 九四呢 就知道 激流勇退了 这个时候 它跟下腰都有相应的 也是能感知 很明显 那么这个 君子要 食食物嘛 直到大势所趋 小人呢 说怎么可能小人呢 因为他也 不当位 他本来应该是 所以这就阴阳两说了 可以从另一方面 就考虑 他还在激进 还在 创新 怎么怎么样 扩大化 在的就是你 然后九五 加顿 正级 九五 集中解证 跟六二一样 又相应 所以说呢 他 作为一个军委 忍挂的 他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 知道要顿 然后怎么 一步一步的去退 上九呢 肥顿 无不力 说上九 它没有相应的 但是呢 为什么好呢 就是这个顿到最后啊 也是物极必反 顿到不用再顿了 我就 没有什么 这个天道 之极呀 就反过来 总会 也有好的 顿到最后啊 就倒过来了 他的下一挂 按虚挂转来走 就是大壮 物不可以中顿嘛 总有 反扑的时候 当然那个过程 可能会比较慢 而且他整体是退的意思 退 他有前提 就是前面已经成功了 就是前面是横 这个是维持现状 稳定